高天志議員 高天志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貴官 各位同事 首先回應一下電子政府方面的工作 我想提醒一下政府現在歐洲有些國家 電子政府方面如何變民 就是除了買賣物業 結婚和離婚 那些這樣的手續是需要親身其余所有和政府打交道 全部都是上網的 所以我想說一件事就是電子政府這一方面 還有一團很長的路 還有很多工作的需要有決心才可以做得到 第一件事我想說就是 官務員都是澳門市民一份子的 事實上很多官務員現在來說 有些就是想提早離職 但是政府又無不關心而不理 為什麼他們要提早 因為他們沒有了所謂的信心 也都沒有那個提出他們做事的時候 政府是明白他們的處境和他們的困難 第二就是有些是65歲 但是65歲之後政府就強迫他們走 當然你認識別人就認識別人好過識辭 你就可以繼續在政府部門做 65、75、80歲都可以做的 那這些這樣的制度來說 很坦誠說我不是反對 事實上我們澳門有一個法例 十二就是2018年就是關於保障權益 長者保障權益利益法的 這個法例我想知道究竟政府 在執法的時候 怎樣每一個司 每一個部門 怎樣去理解呢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我們會見到一件事是什麼 物價現在同時都個個都說 石頭戲 石頭戲來說去年和今年來說 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幾 三十個巴仙都有的 一隻雞蛋我來之前 民主那些前線公務員跟我說 去年就買了百分之二十幾 現在整個四 即是他們六十五歲之後 為什麼我們經常性 我們在這裏跟你說 說要給回年資房屋 和家庭津貼給他們呢 為什麼一些單法 你現在退休金的同事就有 離職的那些就沒有 其實他們沒有得退休的 是錯誤的角色的 哪有得退休的 他是離職 一離職政府就不關心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思想第一個問題 就是那三個津貼 你是有沒有決心去做 是個單法裏面 給回這三個津貼 其次就是雍職金的七千元 雍職金的七千元 雍職金的七千元當然 長官都有講過這個問題 但是從我的角度去看 那件事的確有困難有辦法 始終是有個辦法來解決 你說那個赤字 就不能獲得那七千元 但是事實上你有沒有決心呢 有沒有體肅呢 有沒有體肅呢 有沒有體肅那些長者 即公務員長者 和所有澳門的長者 你如果有信心 你有決心 你就可以做得到 我問你了 你現在的博彩法 立法會頒布三個正牌 然後你用法術 就變成三個副牌 有修改法例嗎 沒有嘛 沒有修改法例 都可以用法術 你去做多三個副牌 不是一樣解決到那個問題 所以你為什麼現在的七千元 你不可以用 尊重一下那些長者 法例十二邪惑 2018年 給他那七千元的佣積金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這是兩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上班時間 現在上班時間 請問師長 你知道多少人 也有同事 我非常開心 有這麼多同事說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 現在呢 就是回到家十二點鐘 仍然要看骨汁 仍然要看WeChat 又要看微信 又要覆蓋 這種各樣的 他們都有家庭 他們都有神文制的 有同事很長篇 都有講到這種的 你們怎樣編認 請問師長怎樣計算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相信你都知道 在蒲國現在是違法 有一個法例就是 如果僱主放了工資後 聯絡的員工是違法的 你會不會效應呢 當然不會 你是選那些 那些適合你使用 你就去拿來用 不適合那些不好的 你就不說 第二件事我想說 即情的問題 就是稽查和督察 講了很多次 現在的稽查又要開標 又要做其他的工作 又寫報告 根本上已經是離行離辣 和他職能方面的工作 你又不去搞合併 搞那個195、260 搞了十幾年 我在這個議會講了多久的時間 現在才合併那個1953 和260 那350和430有甚麼分別呢 請問你那些衛生中心 那些護士和那些醫生 有甚麼可能 衛生中心的那些醫生呢 是低一個點數 就是打橫無法上升的 只有560 30年之後 再給了40點 600點就算了 那這些長久以來 我們都要講到 為何我們這麼怒氣 就講這些問題 因為你們內部 沒有處理的 所以他們的工務員 全部都是士氣低落 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講到這件事 我又要講房屋了 那又要講提醒政府了 法例邪惑 十二邪惑 2018年都講明清楚 長者的權益 裏面有五大原則 這些全部政府部門 是不會理的 五大原則 其中一個原則 就是房屋那方面 為何現在回歸之後 不建一些宿舍 給政府部門 你看國內 無論澳門還是中聯辦 它都有自己的宿舍 給它自己的同事 你們都去過了 是不是才看到了 為何這些工務員 尤其是紀律部隊 全部都是遍散 整個澳門 為何不可以集中 建一些宿舍給它呢 為何他們沒有退休金的 紀律部隊呢 這些一連串的事情 現在四十四個小時 留回保安司司長 我們再講 其餘那一件事 就是關於平核這件事 很坦誠講的 平核那一件事 很多時候都是back date的 做回這件事 根本上現在那個平核的制度 複雜 無論是平核者和被受平核 他們都覺得很複雜 一連串就要搞 而根本上行不通的 因為一個人可以管幾百人 也都是做到很大的問題 好了 說到還有一件事 就是關於失業 失業這個問題 非常難 我們立法會跟進行政 公共行政委員會 都跟進了失業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都給了意見 給政府 很多年輕人 當他失業 有些年輕人 現在兩年 兩年都找不到工作 政府可不可以呢 就是給他們一些連接 給他們知道一下 究竟我們澳門的制度是怎樣 給他們實習一下 將來可以投入社會 那這些是否可以想多些 給他們一個機會 令到他們覺得澳門 還有一個希望 好過他們回來之後 無論是人才那方面 或者澳門本身大學 畢業之後 他們都是有一條路 現在我們六甲博企 都是你不開放 他們都沒有生業 他們都很難請人 那現在怎樣去搞這件事呢 關於失業的問題呢 失業是一個問題來的 你都要面對 因為事實上 你現在來說 這些措施是看不到 我們現在 我們的失業人士 是怎樣可以投入 政府部門去工作 最後我想說 就是關於津貼的 津貼來說 剛才我都說了 那些石外器的那些 你可以不可以調整一下 那些津貼 不要說調整薪酬 調整一下 那些津貼 可不可以幾種薪酬 當作是一個鼓勵 還有給多一份糧 那些前線的工業 打擊那個新冠肺炎 可不可以給那些護士 前線的醫生 那些保安部隊 其他那些旅遊局的同事 可不可以 請高天志議員 謝謝主席 感謝司長的回應 一部份我的問題 我繼續講講 關於那個公共行政的改革 其實公共行政的改革 你起碼都要告訴我們 在那裡起點 在那裡完成 那現在就很明顯 就是公共行政改革 是包括電子政府 但是起碼都要告訴我們 一個路線圖 那之前你的前任 都有一個路線圖 跟著就沒有了路線圖 跟著現在我們不知道 走到那裡 這個東西是 我希望不夠將來 無論什麼改革都好 都是有一個步驟 還有一個目標 那在裏面那個公共行政改革 我剛才都講到 關於積程這個問題的 尤其是不單止 只是現在我當然 講到那些醫生 護士那方面 但是你屬下那些 不是民主那些 首席的契察那方面 巴頂 這些都需要 是嚴肅地去瞭解 還有去作出一些決定 去做 兼顧就是 剛才私障都沒有回應 關於現在超市工作的 包括了 現在手機 那些財政策 那些財政策 那些怎樣計算 我想了解 因為我們收的投訴也不少 其他議員都收的投訴也不少 這一方面 需要面對 也都需要重視這件事 因為適而確確的壓力很大 因為回歸至今的而確 工作量是多了 而多了是落在前線低級的公務員 我剛才說的那些津貼那方面 不是現在行政公職局福利署裏面 做得一部分是幫到那些前線的公務員 我意思是離職 離職了之後 這三個津貼 的確有一個狀況 就是不公平的對待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這件事我希望私障都可以回應 我剛才幾個問題 謝謝